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符字 现在我们对这个字进行描写 我们用心医书画院的外围框的方法来对这个字进行淋写 在淋写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点画 横撇的横还有撇竖都是在这个外围框上对应的点上的 在书写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要把这个口字写扁 然后也要写小一些 现在我们来对这个符字进行默写 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这个点跟里面的这个点它是有大小上的区别的 在外面的这个点可以写的大一些 里面的这个点因为要把右边的位置让出来 可以写的小一些 今天我们的学习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同学们能够在课后对这个字多加练习 谢谢